我们上次谈到一个艺术风潮的转变 那么因为有反动的这个力量 那这个反动的力量有时候来自于什么 我们有些历史的学家 他们在研究一个朝代啦 或是一个帝国 它的兴盛 它的衰败 常常都是因为它的内部的瓦解 因为内部的腐化而产生瓦解 那绘画里面也有这个现象 就是一个画风 走到尽头的时候 它常常会走入极端 所以你像文艺复兴讲究很平衡 讲究很稳重 可是走到极端可能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死记成城 那巴洛克或者是洛可可 它可能是很华丽的这个作风 可能到最后可能会流于什么 流于这个艳力 所以有些 就会产生一种什么 革新的一种反动的力量 这是我们谈到说 这个艺术风潮的这个转变 可能跟它内部 走到极端产生瓦解的一个力量 那我们说一个运动 这个一个风潮 它的影响层面 我们现在谈的大部分都主要是谈绘画方面 可是一个运动的风潮 它影响的层面 不只在绘画方面 可能会在建筑方面 可能会在雕刻方面 可能会在音乐方面 都会产生影响 所以我们几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文艺复兴 这个风潮 它会有文艺复兴的建筑物 会有文艺复兴的雕刻 那巴洛克呢 可能会有巴洛克的建筑 巴洛克的绘画 还有巴洛克的绘画 甚至有巴洛克的音乐 那浪漫主义 有浪漫主义的绘画 也有浪漫主义的绘画 那超现实的绘画 甚至有超现实的电影 到目前为止 还有人在拍这种 超现实的绘画 这个电影 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大家都很熟知 这个超现实主义里面的达利 这西班牙这个画家 他本身也拍过 这个电影 是拍过超现实的电影 这部电影叫做 安达鲁之犬 犬就是狗狗啦 就是郭台铭的太太 安达鲁之犬 那这部电影啊 大概短短的 大概只有二十来分钟而已 大概只有二十来分钟 可以摆片 那这里面有一个历史的一个顶 一个经典的镜头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这个一个历史 我们在很多研究电影史的人 都一定会谈到这一部电影 也会谈到这个镜头 那这个镜头是很恐怖的一个镜头 就是他电影里面啊 他照一个人一个眼睛 一个眼珠子 然后拿一支刀片 对着这个眼珠子啊 画一刀 然后那个血啊 就喷出来 所以还好这一部电影啊 是属于怎么样 可以摆片的 看起来没有那么可怕 这个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超现实的这个电影 这个达利都曾经拍过这样的电影 那我们再来看极限主义 比较近代 最近的极限主义 这极限主义有绘画 极限主义也有什么呀 雕刻 那这极限主义里面也有什么 也有音乐 那我们又会想到一个 很好玩的事情 所谓极限主义就是什么呀 把任何事物都化繭到怎么样 最低最少 那我们想啊 一个音乐 一首歌 我们要把它降低到最少最少的成分 那很可能说 我们坐进去音乐会里面 去听这个演奏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你坐进去以后啊 等了很久 然后突然出现了 一两声音乐声 然后又停下来 又等了很久 那这从头到尾怎么样 你会发现里面 最简单最简单化的音乐 可能只剩大部分都是什么 都是修子服 所以这是极限 可是真的有极限主义音乐 这个东西 只是我们一般没有机会 去接触到这个东西 那我们谈论这一些啊 我们要注意到一点 就是说啊 这个每一个风潮 它会影响不同的层面 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搞错了 不要搞错 不是说巴洛克 有巴洛克的绘画 有巴洛克的这个建筑 有巴洛克的雕刻 有巴洛克的怎么样 音乐 那紧跟着它是谁啊 是洛可可 那你也想说 洛可可有洛可可的绘画 洛可可有洛可可的建筑 那洛可可也有洛可可的音乐 有没有这样的 没有 洛克可里面有绘画 也有这个建筑 但是注意它没有所谓的什么呀 洛可可的怎么样 音乐 所以有时候 不同的这个 这个艺术风潮 它所影响的层面是不太一样的 不是每一个怎么样 都是相同的 那我们今天开场白 就是讲这些东西 那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画面 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了 我们 这是用放映的方式 投影背放映的方式 那一般啊 我们在很多些 这个艺术史的人 西洋艺术史的人 他们都从文艺复兴开始 从文艺复兴开始 让我们也一样 从文艺复兴 这个运动开始 在文艺复兴之前 在欧洲的这个历史 叫做黑暗时期 把这个文字稍微叙述一下 这个黑暗时期 大概在九世纪到十四世纪之间 那这个时候是欧洲的中古世纪 那么受到北方热曼民族的入侵 所以中年都是在战乱中 然后这个时候啊 宗教怎么样 控制一般老百姓的所有的怎么样 生活 包括经济的 包括他的这个婚姻 包括很多很多 文化观点 通通怎么样 停滞 发展都会停滞下来 所以这个时期啊 称为什么呀 黑暗时期 那因为有这个黑暗时期 所以后来有这个什么呀 文艺复兴的这个运动 那我们记得 我们年轻的时候 也曾经搞过这个运动 对不对 在我们台湾也搞过 一个文化复兴运动 那既然是复兴的话 就我们想一想 所谓复兴是什么呀 原来有的 然后可能中间 消失掉了 所以才有复兴嘛 如果原来没有的 你现在做出来 应该叫什么 叫创新 那这个复兴的意思就是说 原来有的 中间怎么样 消失掉 那我们来看看 原来有的是什么 那中间消失掉了 又变成什么 我们就用图片 直接来怎么样 来看 好 我们来看看 最左边上面第一行 这一个是米罗的 维纳斯这个雕刻像 那这个雕刻像 是属于古希腊时代的 古希腊时代 那这一个雕像 现在放在罗浮宫里面 这是罗浮宫里面的怎么样 镇馆的怎么样 三宝 就是米罗的维纳斯 跟什么呀 跟着人参乌拉草 就是东北的三宝 我们把这三个加起来 其实来 事实上其他两个是什么 一个是 另外一个是胜利女神像 那另外再一个就是什么 大家最熟悉的什么 蒙娜丽莎 怎么样 微笑 那我们旅行团 如果到罗浮宫去参观 一定会带旅客去看这个 这三个东西 那一般来讲 多 多要有盖的 就是会我们的导游 一定要带你这种 去看这三个 而且最好是希望他们怎么样 带着 为什么这样想呢 因为罗浮宫里面非常非常 怎么样 大 然后这三样东西 它不是摆在一起的 它可能按照连带 可能按照这个艺术的类别 去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如果没有熟悉 那个地方的人 带你去看的话 也为了要找这三个 可能你怎么样 找个半天 你就怎么样 找不到 然后我们一般有时候 这个行程都非常赶啊 你不可能有很多的时间 怎么样 待在这里面 所以最好怎么样 有人带着 先看完了这三个 如果有剩下的时间 怎么样 再去看怎么样 看别的 这个是 米罗的这个怎么样 维纳斯雕像 再我们看右边的 右边的这个是 罗马旁边的怎么样 壁画 这两个作品 都是应该在属于怎么样 在西岩前的 古希大跟古什么呀 罗马的时代 那你看我们这个 它这里面所雕刻的 跟这个所画的 这个人啊 人物来讲 你看 都是我们很直接 看到怎么样 都是属于怎么样 有血啦 有肉 流露出怎么样 人性的怎么样 本性 可是我们来看看底下 那底下这是属于怎么样 中古世纪 黑暗时期的 我们来看看这里面 所画的这个人像 我们两个来做对比 你会发现 中古世界这些人像 怎么样 好像都是属于什么 形容怎么样 古稿 面无怎么样 血色 甚至有些看起来像 一些刻药 刻到怎么样 末期的 所以这两相对照 你就会发现 这两个差别在什么地方 差别就是说 在中古世界的时候 人的本性被怎么样 被灭灭掉 所以才会有什么呀 文艺复兴要恢复怎么样 恢复这个人性 恢复这个人性 因为最后面的 比较后面的 比较属于有理论比较深的地方 我在多花一些时间 所以前面我比较简单的介绍一下 文艺复兴啊 有人把它分成十期 那有的可能分三期 可能分四期 那这里我是分成三期 第一个是文艺复兴的初期 那这张画大家也很熟悉 这张画是什么 维纳斯的怎么样 诞生 维纳斯的是Bottichelli 他所画的 以前跟另外一张春 跟另外一张春 大家都很熟悉 那这张画是放在佛罗伦斯的乌菲兹美术馆 是非常有名的 很大的一个美术馆 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乌菲兹美术馆的时候 参观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预约制 所有的旅行团啊 多怎么样 看谁先到门口去排队 那为了要进去看这一个 这些画 排队排了大概大概在那两个钟头 因为他会有一个流量的管制 他一次不能开放太多人进去 那排队会将近两个钟头 那 他这个流量的控制 是为了怎么样 保护这个怎么样 美术馆 也为了怎么样 我们赏化的一个品质 那所以常常到后来 有第二次去的时候就采用预约制 团体优先 你知道事先预约时间到 你就可以进场 那如果是一般的散客呢 就变得你必须在另外在这种地方排队 所以有时候我们出外去旅行 团体有时候团体的方便 那你个人旅行 这个自助旅行 有个人自助旅行的这个方便 我记得我第二次去罗浮宫的时候 早上是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同事 也是团体的就是进场 也是一夜的时间 但下午也是治愈活动 那我和我太太想要再去看一次 所以这就变成我是属于怎么样 个人的 属于个人去的时候 我一样去排队去买票 那排队的时候就排在那个 里面当然有印象 罗浮宫不是一个 一个透明玻璃的金字塔吗 你就排在外面 一棵树什么都没有 就排在很大很大的广场底下 如果太阳的时候 就没有地方躲 没有地方躲太阳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想 有个团体有团体的方便 那这个团体优先的观点 其实是蛮正确的 蛮正确的 小车应该让大车 交车前进的时候应该让什么 让游览车怎么样 先走 这是题外话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张话 第二张话大家更熟悉 一看大家就知道 这是什么 米开兰基罗的 那这张话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圣彼勒教堂后面的一个 小小的教堂 西斯丁教堂 那这西斯丁教堂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美术馆 你到这里面就充满了一路上 在走廊上在这墙壁上都是怎么样 都是图画 而且都是很多名家的图画像达文西的什么 拉佩尔达文西的都是他们的话 整座其实上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美术馆 那在这地方有一个蛮奇特的这个经验 那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有时候顺便有把我的旅行经验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样大家天气开来可能就不会太枯燥 那在这里面有个坐电梯的一个经验 我们都想我们都常用说坐电梯坐电梯 可是你进入电梯你是坐的还是站的 你是站的啊 怎么会讲坐电梯呢 那我第一次去这个西斯丁教堂的时候 就是真的是坐电梯 这个电梯啊很大 而且是传统很古老的 它那个门啊 是还是那种我们的 一种这种铁拉门 有缝隙的那种铁拉门 铁拉门就像我们那个校门口那种 那个伸缩那种铁拉门 然后进去以后 真的就是有一排椅子 然后你就坐在这个上面 坐在上面 然后电梯在死 那个上升下降 可是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没有了 第二次去的时候 因为这个西斯丁教堂也是 这个游客也是非常多 多得不得了 所以他为了要改善这个 这个动线啊 当不可能再坐那种老电梯啊 那这个要坐到什么时候 排队抱排到什么时候 好 这一张画是画在这个怎么样 天花板上面 就在这个西斯丁教堂的 这个天花板 是米开兰区头画的 那看这张画的时候 这个教堂里面是不太大 可是至少可以容纳 可能我看他将近有上千人 然后大家通通都挤在里面 那这光线很暗 光线很暗 那为什么光线要很暗呢 因为他要保护这些怎么样 这些壁画 保护这些壁画 所以不能过太强烈的光线啊 会破坏到他 那这个是属于什么呀 应该是属于石壁画 这里我就顺便介绍一下 什么叫石壁画 什么叫这个干壁画 那这石壁画 就是说 他要画在这个墙壁上面 那这个墙壁 墙壁本身可能是怎么样 是石灰啊 或者这个是 以前没有这个水泥的 那他要画上去的时候 他这个石灰墙壁先抹一层 这个墙壁还没有干的时候 赶快把颜色涂上去 趁着这个墙壁没有干的时候 就赶快涂上去 那这涂上去有什么好处 这个颜色会怎么样 会吃进去 颜色会吃进去 那如果是干壁画 是等这个墙壁都干了以后 才涂上怎么样 涂上这个颜色 所以这两个有技巧上面 撕壁画的技巧 会显得会比较怎么样 比较高 他比较高 高很多 因为他不但要赶这个时间 还有他要考虑到 当这个颜料 跟这个石灰壁 这个墙壁 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颜色的 可能会有产生怎么样 产生褪色的怎么样 现象 可是这两个 对于保存来讲 撕壁画可以保存了怎么样 非常久 那干壁画可能 或者是有时候 你用的这个颜料品质不好 或是收到说 这个气候 这温度的变化 可能会规裂啊 甚至会怎么样 剥落 那撕壁画就怎么样 就不会有这个现象 所以顺便谈到这个 那看这张画的时候 很有意思 因为里面非常非常多人 那难免大家 大家头头一定是往上面 因为这个画是在天花板上面 然后很高 那自然而然大家就会发出惊叹 或是在讨论 所以就很多很多的怎么样 这个叽叽叉叉的声音 然后这里面这时候就会 过一下子 大家叉叉叉叉叉叉叉的时候 这个管理员就会怎么样 就会吹哨出声怎么样 镜子 然后他一出来出面这个镜子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声音就怎么样 暂时停一下 停一下 过一下又开始怎么样 又要恢复 所以在这看这个画的时候 蛮有意思 那在这里面看这张画 我最认为我印象最深刻是怎么样 是他在画的这里面有一个颜色 如果你们有机会 或是说你们很多人去看过 我印象最深刻是 他在里面有一个怎么样 有一个蓝色的部分 那这张画你看 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了 可是你会发现 他画的那个蓝色 好像类似那种宝蓝色 那么经过那么多年 这色泽依然保持非常怎么样 很有这个光亮的那种感觉 那在文艺复兴这个时期 这很多这些画家 其实他本身就是什么 有本身就是建筑家 本身就是怎么样 这个雕刻家 有些甚至本身是怎么样 是科学家 然后他们这个原料 甚至原料的时候 甚至是化学家 他会研究这个原料 要用什么样的原料 尤其这些 这印象最深刻 就是这画的对了 这个感受最深刻的 好 再来我们来看看 右边这一张 右边这一张 这张是属于北欧文艺复兴的 那北欧就指的是现在荷兰啦 德国啦 比利时这一代 那我为什么要挑这一个人 叫布勒哲尔 因为我们要 我要比较的是人性嘛 所以要找人物里面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不管是在文艺复兴 或是后面的巴洛克的时代 我们发现这个时候的绘画 基本上他们都是在为宗教怎么样 服务 所以他绘画的这个内容 几乎都是怎么样 跟宗教怎么样 有关系的 尤其文艺复兴早期的 你看每一个画家 你一看都是绘画这么一张图 叫三圣图 圣母 圣子 圣鹰 一定会画这个图 但是这一个 这个叫布勒哲尔这个人 布勒哲尔这个人 你看看他画的这个内容 跟宗教有没有关系 跟宗教没有关系 他的画风的体材里面 大部分是跟我们现实生活里面 怎么样 有关系的 跟宗教比较没有关系 那他最有名的一张画 叫做狩猎 就是打猎 但那张画里面 这个人物的部分 比较不能够 不能够达到我想要讲的 这个 的对比 所以我选择这一张 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 这个人物 这是不是很生动 很活泼 不会这样很死板死气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呀 我简单介绍一下 文艺复兴的这个绘画 好